啊海报新闻报道6月20日河北巴州一女子网上爆料 称水杯招一名同事投放了亚硝酸盐 自己的胃肝都出现了病变 当地的警务工作室 怎么还有个警务室 证实女子的家人当时来过警务室 也没说报警啊 6月20日该女子在某短视平台发布视频称 自己上班期间被同事在水杯里投放了亚硝酸盐 该女子发布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 在一家工厂的生产车间内 一名戴着口罩手套的女子走到一台生产设备边 从设备上拿起一个水杯 挖腰对着水杯鼓到了一阵 将水杯放回原处 看女子在某短视频上班 看女子呢38岁河北法州一家五金厂上班 视频显示赵某像自己杯子里投放了不明物质 然后一喝呢 然后一喝呢发现水味道不对 民警让她到医院去检查 检查完了以后呢就是胃痘充血胃糜烂 干部糜烂并变 6月3日晚她连夜将妻子被子里 未喝完的水送到了北京一家检测机构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水样中含有亚硝酸盐 事发后赵某的家人曾和张先生协赏此事的解决方案 双方为达成一致 对于妻子和赵某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张先生表示 他们一起干活 手脚麻利 公司高 因此 也引发了一些不快 但不严重 后来赵某去仓库做事了 就是两人分开了 民警那里呢 说赵某不承认向他妻子杯子里投放的东西 说当时只是闻了闻杯子里的水 积木新闻呢 记者两次致电赵某电话无人接听 然后又给发了短信也没有回应 霸州市老提警务工作室人员向极木新闻记者介绍 当时下午张女士的家人曾来过警务时 具体情况不了解 国内的医所知名三甲医院消化到内科主任医生介绍 亚硝酸炎是一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 适量使用不会对人造成危害 但如果超过安全用量会引起中毒 给人体造成多种伤害多种疾病 亚硝酸炎的致癌性和亚硝酸炎致脐 是脂肌啊 脂肌啊 是常见的 由大量和长期使用亚硝酸炎引起的严重后果 如果 如果警警警警方给力一点都有视频了 这不很没调查吗 那个东西从哪里来的是吧 他有没有怎么取得的那个东西 抓人了呗 怎么还